我见到有几个观众都想问1799 Billy和李局都没有货 如果没有货,可不可以抠呢? 另外,Chairman留言有货 19.4,持有半年收息 是继续持有货,还是快可以吃糊呢? 其实新特能源在香港来说是属于主流的太阳能的板块相关的股份 当然,这个作为这个珍贵系列的所谓的股份里面 那个盈利近期来说都不会太差 因为这些原材料高的情况之下 它作为这个所谓原材料的提供者,它一定来说是受惠的 而且就是说退一万步来说,这个恒生指数搞到这么凄烈也好 你仔细一点看,这个52周高位是26元,而现在是21元 这样相对连距离都不较短 所以来说已经是属于一个强势的股份了 连起来那些半兄弟,三百零明 你看到最近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势 这个三百零明现在又是鬼鬼祟祟的 升上来,这个数一数一下 就差不多连数到它3元了,OK 所以就变成了其实这些股份 严格来说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 这个你会见到就算是海外上市的大存生能源 也是他们那些兄弟姊妹来的 这个其实你看到大存升得更厉害 这个游戏位就来一倍了差不多,OK 那变成了就是这些股份都可以相对来说 是继续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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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三者浪营的对比呢 似乎生物是最盐残兼的,是最挑剥的 那30000你会见到现在很純的 低位2.2,高位3.1这些阻力 升穿的话又再高一点,升不穿的话就打下去2.5 那变成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个波幅,OK 那变成是未加入的朋友呢 我觉得就未必太过适宜的 这些股票是对于可能 特别没什么研究过去的新学的人 或者不是很承受到波幅率的人 其实身份不是太适宜 真心来说这个,盘又比较疏 然后呢,那个盘又比较飘 那么如果下面持有的话 也不妨是类似比亚迪这样的做法 找小部分趁现在太阳能 或者是当做的 或者是它供应的 是珍贵的所谓的 所谓的价格是高企的 那你就继续持住 这个博去一段大浪上 这个另外小部分 就真的看着高低位来做 这个新的高低位可以很恐怖的 是,好啊